诗篇 第139篇 耶和华 你已经见察我 认识我 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 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 我躺卧 你都细查 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耶和华 我舌头上的话 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 你前后环绕我 按手在我身上 这样的知识奇妙 是我不能测的 至高 是我不能急的 我往哪里去 躲避你的灵 我往哪里逃 躲避你的面 我若升到天上 你在那里 我若躺在阴间 你也在那里 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 飞到海极居住 就是在那里 你的手必引导我 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我若说 黑暗必定压碎我 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 黑暗对你不再是黑暗 黑夜却如白昼发亮 黑暗和光明 在你看来都是一样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 我在母腹中你已编织我 我要称谢你 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心深知道的 我在暗中受造 在地的深处被塑造 那时 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 我未成形的体质 你的眼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一日 都在你的册子写上了 神啊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 其数何等众多 我若数点 比海沙更多 我睡醒的时候 仍和你同在 神啊 我愿你杀戮恶人 你们耗流人血的 离开我去吧 他们说恶言顶撞你 你的仇敌妄称你的名 耶和华 恨恶你的 我岂不恨恶他们吗 攻击你的 我岂不憎恶他们吗 我恨恶他们到极点 以他们为我的仇敌 神啊 求你见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